接下来我会请 Jay Clark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基于圣经的一些领导的原则 那我相信这些会 让大家的整个观念和眼睛会打开 就知道我们原来也服侍不是不好 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去服侍 更好的来做一个基督徒 不管我是牧师 还是在一个职场中 非常实用的这样一个仆人 我们再一次用掌声交流来会议上帝 我们再用掌声欢迎他 还是先掌声欢迎他 谢谢 I have a little break to I have a little break on the side 20000年我去美国 然后我是有机会去他们教会 讲到的他们的牧师请我去 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讲我从中国来 那个时候 这一幕是在非洲做宣教的工作刚结束 然后他导告的时候 神赶了他来亚洲来中国 但他一个中国都不认识 所以当他在教会的时候 看到一个中国在他们教会台上 他就很激动 他就找到我 然后我也是听了他的故事 很被感动 我愿意跟他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从那个年我们就一起来配搭 那在08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香港 我们就是成为了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已经现在在香港中国 我们住车里现在有三百多的固定的会员 在香港非常附近 如果有机会你们去香港 没听我住可以到他那里 我们TNH 那后来他女儿 后来他有可能也会介绍 他把女儿得了白睡病 因为治疗的原因 那他们可能需要回到美国 随时从香港而回到美国 然后大概现在神完全一致他带来带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那接下来他们再祷告 他们可能会全家再回亚洲 再回亚洲 所以我们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祷告 希望他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他们一个家庭都是 每个人都有坚强 包括他的妻子 我从来没有坚强这么能干的一个女人 一个人照顾五个孩子 一个人照顾五个孩子 而且特别是老大生命的选择 其实蛮难的 对 然后我在家住过 经常看见 已经很晚了 他的妻子 这个手拿着孩子 抱着孩子 然后这个手就打在脑处理一些文件 已经很晚了 因为白天要做饭 找很多事情 而且你知道 这母孩子在哪里上学呢 在家上学 在美国有那个Homeschool 在家上学 在家上学很好 我的女儿喜欢HOME 不喜欢School 但是HOME 得School 那他的妻子还教这母孩子课 这个很厉害 还有工作 还有工作 所以我想 他们家的故事有的时候 就是蛮自由的 就是有一句话说 在人不能 在上帝没有不能 所以信上帝的人 注定的人生是一个传奇 高旁边的人 信上帝的人 注定的人生是个传奇 高旁边的人 信上帝的人 注定的人生是个传奇 高旁边的人 信上帝的人 那我们就不要当太多时间 我们把时间给 娟娟也有她的故事 下午你再的话 娟娟会有非常好好的分享 上午她做翻译 下午她做讲员 好 OK 这一 clap 谢谢我牧师 谢谢我牧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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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能够和大家在一起,我觉得非常被祝福 我今天非常地开心,第一次来到沈阳 我今天非常地开心,第一次来到沈阳 我从2004年,2005年开始来到中国 所以这一次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到一个新的城市 我在2006年在美国的时候遇见王牧师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还有香港有一家咨询公司 那时候我就做一些关于商务方面的研讨会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来到大连和王牧师一起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关于商务方面的研讨会 但是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开的道路就是往往是我们自己意想不到的,不同的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神就带领我在美国,就是开创了一个NGO非慈善组织这样一个机构 那时候我们也开始服饰王牧师,就是他在大连的一些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友谊开始一步一步的成长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只是会和他一起合作在一些商业的一些研讨会 但是神有他自己不同的计划 但是神有他自己不同的计划 我的名字叫J.Clark 我的名字叫J.Clark 我就是我在两个月,我很快就接近那个,就有拿到那个博士学,不过还差两个月 希望下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真正的J.Clark博士 我可以为我来祷告这个夏天 我的工作专注在领导力培训方面 As I have traveled the world and worked with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 have seen that organizations are good or bad based on their leadership 我在全世界旅行的过程当中,当我和不同的机构接触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它好或者是不好很大的程度上面决定它的领导力 And that does not change when we start talking about leadership in church, in Christ-centered leadership 这种领导力 It's the same as the business world, as in ministry, the need for leaders It is the same, yeah 我发现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职场方面,在我们不同的领域 那个对于领导力的那个需要其实是一样的 That leadership is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what God has called us to do 这个领导力对于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托付还有护照来说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 So I forgot to do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myself This is my family I am the father of five girls I am the father of five girls I am the father of five girls This is my wonderful wife Ann This is my wonderful wife Ann And then That's our oldest, Sarah Graves This is our oldest, Sarah Graves And that's Hannah This is Hannah, our second daughter And there's Rebecca Rebecca And Debra Debra And our youngest, seven-month-old, Leah This is our youngest seven-month-old, Leah So I pray that I am They are like Job's daughters If you read the end of Job Not Job's suffering But at the end of Job As God has blessed him He had daughters who were well-known And I pray they are like Job's daughters 大家读约伯记的时候看到约伯神前面一个生活非常非常的苦 但是到末尾的时候神非常非常的祝福他给他很多漂亮的女儿 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So as we talk about leadership What does leadership mean for you today 当我们谈到领导力的时候 我们说领导力对于你来说 对于今天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As Peter shared his vision of the market church He talked about the key business leaders So there's two things I want you to know this morning that I am going to focus on 今天上午我会专注在两个点上面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 No.1 that God ordains leadership 第一个是上帝他非常的看重领导力 Leadership is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church 领导力对于一个教会来说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And because it's critical God No.2 is God gives the gift of leadership 因为他至关重要上帝非常非常的看重 所以第二点是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领导力 赐给我们这样的领导力 So what is your how would you define leadership 所以大家怎么去定义那个领导力呢 它的概念是什么 Anyone 什么是领导力 谁 Don't be shy 不要害羞 How would you define leadership 对于你来说领导力是什么 你如何去定义它 Just to make you feel comfortable And there's probably not a wrong answer Academically there is over 200 definitions of leadership So you probably are not going to be wrong 从学术上面来说 超过领导力的诠释都有超过两千种以上 所以今天大家的回答没有错的或者是对的 So how do you define leadership 所以你如何定义领导力呢 No one Yes Thank you sister Yes Very good Yes Very good Because leadership Because leadership Even though we're Christians Our leadership is still based on influence and power Power is not a bad thing It's how you use it 即便是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的领导力也是会说基于那个权力 对 还有那个影响力也是一样的 So is it wrong as a Christian to desire to be a leader 所以 其实如果说我们基督徒能够想 有一颗对于权力的那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获取性 可能这是错的 Is it wrong 大家觉得如果一个基督徒对权力有太强一个获取的欲望 大家觉得这是对的吗 是错的吗 不对的 So that is the first point is In 1 Timothy 3.1 Paul tells his mentoree Timothy The saying is trustworthy If anyone inspires to the office of overseer He desires a noble task 保罗对提摩泰在提摩泰前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就是羡慕上公 这话是可信的 So I am making an interpretation that this office of overseer E elder or deacon is a leader 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个羡慕上公的一个理解 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兴趣 So if anyone Paul is saying if anyone in the Christian world aspires has ambition to be a leader He desires a noble task 所以如果任何人 任何人 我们基督徒 如果有一个强烈的欲望 去获得监督的职份 去想要去获取这样的权利的话 他就是叫相母上公 You see God ordains leadership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上帝他非常非常地看重这个领导力 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desiring to be a leader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心智 想要去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话 其实是没有错的 The problem is when we look at this word aspires 问题是当我们去看 aspire 就是想要这个词语的时候 Another translation might use the word ambition 另外一个翻译可能就是野心 As everything as you read the Bible and you learn the teachings of Jesus It is about the heart, right? 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很多耶稣基督的教导 都是关于我们心的 So this is the same for leadership 所以对领导力来说 这也是同样的 Is your ambition to be a leader Because you want to see God glorified 任何关于领导力的 其实也是关乎我们野心的 因为我们希望看到上帝的荣耀在权地彰显 Or is your ambition to be a leader Is in order to see yourself glorified 或者是说你是有这样子的野心 去看到你获取权力之后 去彰显你自己呢 See that is the God ordains leaders Who are have a purpose and a passion to glorify Him 所以上帝他非常看重这样子的一些领导的领袖 有这样子的野心去荣耀他的名 But unfortunately in the Christian world We can we still have that self ambition We have to worry about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即便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野心去获取这样子的权力 但是为的是荣耀我们自己 So we as Christians still sometimes sin and desire leadership so we can have power and status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犯罪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野心去获取这样子的权力 但是有一个错误的目标去荣耀了自己 But Jesus' model of leadership And this is what's important for us as Christians Was that Jesus was a leader But his leadership was based on serving and giving power 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基于去给予别人 去祝福别人 去荣耀上帝的名的 So the first point is God ordains leadership Because leadership is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church 所以第一点是上帝他非常非常的看重领导力 因为这种领导力对于整个教会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是教会成败的一个关键 So as usual God doesn't say good luck And go out and try your best, righ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不会说 Oh,去吧,助理好运 No, he gives us the ability, the strength to do it So that's the next point is in Romans 12, verse 8 所以神他的做法是当猜我们出去的时候 他就给予了商议的能力 这也是罗马书里面所写到的 See Paul is talking about the church, the universal church 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教会 And he says so we though many are in one body in Christ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做肢体 And individually members one of another So even though we're in one body We have different parts, right? Of the church 即便我们是一体的 在教会里面也是同样 我们是作为不同的部分成为一体 In order for the church to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and to grow God gives these gifts for the church to be able to go forward 为了让我们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身体不断地向前运动 向前移动 神也给了与我们相应的恩赐 But he doesn't give us all the same gift, does he? 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所有人同样的恩赐,是不是? Paul uses the analogy of the body Some people are the arms of the church Some people are the legs of the church This is the same as the gifts he is talking about in Romans 12 So he lists some of these gifts that God has given us in the church 所以他在这里有谈到神在教会里面所给予我们的不同的恩赐 He says in verse 7 If service, if God is giving you the gift of service in our serving 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到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 The gift of teaching in his teaching 做有恩赐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The one who exhorts in his exhortation The one who contributes or gives in his generosity 所以如果有施舍的恩赐就当诚实 And then at the end of verse 8 The one who, what does that say? 这个词是什么?最后一节 Can you read that? The one who leads 有人做领导的呢? What does God say? What does Paul say? How do you lead? How do you lead? 保罗说我们做领导的应当怎样? With zeal What does zeal mean? zeal 甘心是什么意思? So zeal is another word for passion 做领导呢? 就当有一个活热的心 To be zealous, to be passionate about your leadership 有一个领导力的一个热情 So God number one ordains leadership 所以第一点上帝他非常非常看重领导力 He says it is good 他说这是好的 And two, he gives you the gift of leadership to accomplish his work 第二点是神他给予了相应的恩赐 给予领导 然后去荣耀他的名去占据这个世界 But he does not give you this gift to say Oh poor me, I'm a leader 他在里面他没有说 Oh,好可怜啊,你是一个领导者 Oh poor, I can't do anything I'm just this person I did not have a good education I didn't have all these things 他不会说 Oh,真是好可怜啊 就是我也没有学力 然后我的能力也不足 这样子 No, God says I have given you leadership Now go lead with zeal 神说 我现在赐予你领导力 你去 然后用你的热心去领导 And so as he's given us this leadership 他给予了我们这样的领导力 What happens is God sends us into leadership And we start experiencing problems Right God sends us and calls us to be leaders asting leaders And then we start experiencing problems Then we start experiencing problems 吃 Leaders are of importance to God But what stops us from being effective leaders for Christ 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领导者 但是有哪些因素是阻碍我们成为一个有效的领袖的呢 你当钢墙壮胆 因为你必使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钢墙大大壮胆 谨守追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拼你左右使你无处 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钢墙壮胆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在这些经文里边 那个时候神 他有高摩月术亚成为他的一个领袖 在这段经文里边有哪一个词主 是神三次提到的 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上帝不断地嘱咐 What is happening in Joseph's life at this point 在这个时候 耶稣亚的生命当中 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发生着什么事情 Who was the previous leader of Israel 之前的那个领袖是谁 M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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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Moses was a leader while they were in their 40 years of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M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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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带领这个民族 在旷野行走了 40年的那个领袖 Because of Moses' sin God would not allow Moses to take the Israelites into the promised land 因为摩西犯罪 所以神没有允许摩西 继续地往前行 去进入迦南地 So Moses has passed away Now Joshua who was Moses' disciple Or not disciple But assistant leader Is now taking over Israel Moses 死了之后 约束亚 就是 那一个 Moses 的助手 然后带领着 以色列明 继续往前行 Now think about this When Moses took over And God had called Moses into leadership 大家思想一下 当神呼召摩西 做领袖的时候 We read this in Exodus 1 2 and 3 The book of Exodus How was Moses How did Moses grow up Moses 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Who adopted Moses 谁收养了摩西 Daughter of Pharaoh So he grew up with the finest what we can see finest education privileges in different areas 我们可以看到 Moses 他之前的一个 生长环境 是非常好的 他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非常优越的 一个生活的环境 But he was still scared Right 但是他还是很害怕 When God When he met God at the burning bush He first told God No I can't do this 当他第一次 在荆棘当中 遇见神的时候 他说 Oh 不要 主啊 我做不来 And then God said Okay I will bring someone to help you Because Moses stuttered And he was worried that people could not understand 所以那个时候 神他就猜怕了 另外一个人 来帮助摩西 因为摩西担心 他不能很好 和他的子民来沟通 So these 40 years later God is calling Joshua To be the leader of Israel So these 40 years later 神又呼召了 约书亚成为 以色列民的领袖 But how did Joshua grow up 然后约书亚又是 怎么成长的呢 What was his background 他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Moses grew up being adopted by The Pharaoh's daughter 摩西是被烦恼的女儿 收养成长起来的 Joshua grew up being a Jew in Egypt Which meant he was a 约书亚 他是 以色列人 What was he? He grew up a slave 他是有一个奴隶的 出生的一个背景 在安静的时候 Moses grew up in privileges Moses grew up 他的生长环境 是很优越的 Joshua grew up as a slave 约书亚 他是从一个奴隶 成长起来的 成长起来的 See much of the study of leadership focuses on your self esteem yourself worth And most of your self esteem is built in the early years of your life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 的人格的发展 是因为我们 早期的一个 生长的环境 所塑造起来的 And so if you find yourself being worried and fearful Many times is because of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to you as a young child 很多时候 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经常 会有一些恐惧 会有一些担心 很可能是因为 我们早期的时候 在童年的时候 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影响造成的 So here's Joshua Grew up as a slave He was not free He was not educated to our knowledge 约书亚呢 他是一个 从奴隶的一个 生长的环境里边 生长起来的 他没有受过 很多的教育 然后他也不自由 以前 He grew up with leadership by the whip right The Egyptians would whip them when they would not do their work would strike them for not doing their work Harsh Harsh 但是在这个时候 神就呼召了 约书亚去带领 两百万的 以色列民 2 million former slaves 200万的奴隶 以前的奴隶 who had no land 没有土地 no possessions 没有什么财产 and God is about to give them the promised land 但是神 却要给他们 他们的应许之地 带领他们 That is scary leadership 这是一个非常 让人内心 想一想 都觉得很恐惧的 一个位置 There was going to be many problems 可能会遇到 很多很多的困难 和麻烦 a lot of conflict 很多的冲突 a lot of fighting 很多的一些 互相的撞击 And so God's saying Joshua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所以这个时候 神对约书亚说 你要刚强壮胆 So there's three areas that stop us from being effective leaders for Christ 所以有三点 会让我们 成为 阻止我们成为 一个有效的 一个领导者 God said to Joshua Be strong 神对约书亚说 你要刚强壮胆 So what stops us for being effective leaders is that we sometimes are weak 所以很多时候 也是一样 阻止我们自己 成为一个 有效领导者的 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很软弱 This weakness comes in two ways 这种软弱 可能来自于 两个方面 The first way is what's called laise a fair leadership laise a fair That's a french word 有一种就是 可能自己 非常的懒散 然后不是很勤奋地 去做一些事情 And this is the weakness that you you're called to be a leader but you do not lead people You instead just allow them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可能就是 你是一个领袖 但是你 就是放养你的 放充你的员工 去为所欲为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The second way we are weak in our leadership is that we are too strong I mean not strong we are too controlling 另外一个软弱 来自于 可能你太强势 想要去把控 所有的事情 The leader is weak by trying to control every situation that they can 就是当你自己 想要去把控 所有的点点滴滴的事情 的时候 那个时候 带来了一个软弱 So that is the way we are weak in leadership The second area that stops us from being effective leaders for Christ is fear 第二点就是恐惧 we fear what might happen in the future 我们很担心 未来会发生什么 for Joshua it was obvious fear there were large giants on the other side in promised land right 对于耶稣亚来说 他内心当中 非常恐惧 是因为在 跨境亦许之地 的那片土地上面 他们有很强大一个对手 Remember Joshua and Caleb were the only two spies that returned that we're not fearing the giants on the other side 还记得吗 当那许多的探子 过去之后 其实只有两个探子 反回来说 他们次很有信心的 其余的探子 都是非常的灰心 上气 you see in our leadership we all have things that all we all have giants in the promised land 对于领袖 对于领袖来说 所有的领袖 在你的对面 都会有那些 像加南地那样的 一些巨人 在等待着你 you see God calls us and asks us to do to be a leader for a certain area in ministry 上帝 呼召我们成为 某些领域的 领袖 and we are excited about this opportunity 我们为这样子的 机会 非常的兴奋 then we go out and we spy the territory right we go and we look what is the cost for our leadership 然后我们就可能 像探子一样 去到那片地方 去侦探一下 去看一下 我们需要的花费 是什么 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 需要的是什么 and we see all the areas that are trying to stop us to block us from achieving our goals 然后我们就可能 会发现 在那里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麻烦 困难 去阻止我们 去达到我们的目标 and we become fearful 然后我们就开始 害怕 we become afraid 然后我们觉得 有点灰心 所以上帝说 你们要刚强壮胆 and courageous the other part in there is God says do not be dismayed 另外一个 就是 神说 你们不要上气 and this is the third area that stops us from being effective leaders for Christ 这也是第三点 会阻止我们 成为一个 有效领导者的因素 dismayed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depression or discouragement 或者是说 没有灰心 消沉 if a leader is strong 如果一个 你受他 你很强壮的话 and courageous 然后 内心当中 很有力量的话 they step out for Christ 然后 为耶稣基督的 缘故 往前行的时候 and they go to do his work 去做他 所要你做的功 的时候 but then there becomes the conflict the battles 然后就会 有一些战争 有一些冲突 就会自然而然的 产生 and the temptation is for us to be dismayed to be discouraged 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诱惑 就有一个试探在这里 就是会让你消沉下去 会让你灰心 所以我们很可能 就会被试探 就放弃了 所以另外一个 可能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表达你的 灰心上去的一个方式 就会变得非常的气愤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 会失去我们的一个 作为一个领导 你的一个有效性 so as God calls you whether wherever you are in life whether in business or in ministry or wherever God has called you 不管神 呼召我们在哪个领域 在商业领域也好 在其他领域也好 成为一个领导者 He is calling you to be a leader 他就是在 呼召你成为一个领袖 I don't think you would be here if God was not calling you to be a leader in some capacity in some way If God was I don't think you would be here if God was not calling you to be a leader some way 如果不是上帝 呼召你在你的这个位置上面 成为一个领袖的话 你就不会在那里了 so I want to ask you three personal questions right now for you to spend time with just you and God 现在我想跟大家 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 你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对话 可以大家来思考一下 in your leadership 在你的领导当中 where are you weak 你有哪些软弱呢 哪些是你的软弱的部分 where how are you fearful 为什么你会感到害怕 and how or what is making you discouraged 是什么让你感到灰心上气 so take about five minutes and write this down or type it into your phone 所以现在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用你的手机把它写下来 this is a prayer exercise 这是一个我们 在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候 的一个训练的部分 because I want you to pray and be asking God God where am I weak as a leader 大家可以在祷告当中 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问神 God where am I fearful as a leader 问神哪些是我的软弱 为什么我会感到害怕 and what is discouraging me how am I being discouraged in leadership 有什么是让我感到非常灰心的 为什么 okay so take about five minutes to write this down or type it into your phone 所以大家可以花五分钟的时间 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any questions 有没有什么问题 okay five minutes write this down just you and God nobody's we're not going to read this out loud this is just between you and God 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情 一会儿我们也不会分享出来 就是你自己和上帝之间 来做这样子的功课 okay 好 大家做完了吗 I pray that was a good exercise for you to have time with God to say where am I weak where am I fearful where am I discouraged 我希望刚才大家和神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 去了解 再次去看自己的软弱恐惧 还有为什么感到灰心的部分 so my belief is that you're fearful and discouraged and weak in really three or four primary areas that my belief is that your discouragement and weakness come and fear are basically categorized in three or four areas and I'm going to call this the myth of leadership so do you know what myth is myth is not something that's totally wrong but it's not totally right either 神话就是那一些 可能不完全错 但是也不完全对的东西 so here is some myth of leadership that discourage us and causes fear and weakness in our leadership 这里有一些神话 它可能是会 就像让我们自己感到很害怕 很灰心 很沮丧的部分 so I am focusing on the christian world when you see this word organizations I'm talking about ministry in the christian world 那我们这里有讲到组织的时候 我们是说在那一些基督教的 有基督教背景的一些机构 the first myth is that leaders are born not made 第一个就是 领袖是天生而非造就的 and so what does this mean it is that leader your leadership can grow it can be developed it can become effective in the christian world 一个是领袖 它其实 它是可以被 它的领导能力 是可以被不断地提升的 在我们的基督教的 一个组织里面 so this doesn't mean that just because you're born into a certain family or a certain background that you're automatically a leader 所以这就意味着 不是说你出生 在某个特定的家庭 某个特定的一个环境里边 你出生就是一个领袖的 不是这样子的 God gives the spirit of leadership but he gives it to whomever he chooses 他给了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领导力的 一个特质 他是他也给我们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 不断地去提升 去成长 just because you're born as a son of the pastor doesn't mean you're called to be the pastor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 牧师的儿子 那你将来就 一会里会被称为牧师 or in christian ministry just because you come from a background in the christian world is the only way you can be a leader in the christian ministry 所以同样的 在一些 我们的一些 施工里面也是一样 不是说因为你是 来自于一个 基督的一个信仰的国家 或者是一个环境 那你就会成为一个 上映的领袖 所以领导力是一个 当我们的年龄 不断地成长 我们的经历 不断丰富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通过学习 不断地被发展 不断地提升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一个软弱 就是你自己 会对自己说 哎呀 我自己真是太差劲了 我不够好 去成为一个领袖 you see Moses remember Moses had this weakness when he told God he could not be a leader 还记得吗 摩西他就有这样子的软弱 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就对神说 哎呀 我不行 但是神给了他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神呼召他的兄弟 亚伦来帮助他 同样的 神也给了我们这样子的安慰 从摩西的例子里边 当我们自己觉得 在这方面有软弱的时候 神会帮助我们 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另外一个领导力神话 就是你秀是具有个人魅力的 大家可能一个错误的概念是 一个有效的领导者 一定是那些非常激情澎湃的 那些站在前面的 非常有感染力的那种人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领导力它不是 它不是基于这种东西 越来越多的一些学术的研究 在研究你党地的时候 就会发现 就是那些非常非常激情澎湃 有点灵恩的那样子的一些领袖 然后他们通常对于整个机构来说 是带来很多的破坏力的 因为那些通常追寻 个人的超自然魅力的那种领袖 他们有很多的意向 但是他们缺乏商量能力去完成 所以不管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个性是什么 神都可能呼召你 让你去成为那样子的领袖 所以神不是只是呼召一种类型 一种个性类型的领袖 如果你的个性是非常安静的 比较内向的 可能神也会呼召你成为他的领袖 所以这也是我想在这个方面鼓励大家的 第三种领导力神话 就是领导仅存在于组织的顶层 在我们的很多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事工领域 我们通常会认为领袖就是那一些牧师 除了牧师以外没有人能够成为领袖 那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这是一个神话 神从他的领域里边呼召不同的人成为领袖 神呼召你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 不需要你有一个牧师的头衔 我觉得 圣灵姐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神呼召她成为在她的公司里边发挥这样的影响能力 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 神呼召先知阿摩斯成为一个伟大领袖 当我们看圣经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一些小商小贩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门徒他们是捕鱼的 然后他们做一些小的生意买卖 Matthew was a tax collector He worked for the government 立位他是为政府工作的 And so Jesus was calling these background He did not choose the professional religious people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没有护照那些宗教的那些人士成为他的领袖 He used the common business person 他使用一些非常普通的一些生意人 to be the disciples 成为他的门徒 that literally changed the world 最后改变了世界 所以神也是这样子使用你在你的环境当中去成为他的领袖 And the fourth is I talked some about this and weakness of a leader is that the leader has to control direct prod manipulate others 另外一个错误的 一个关于领导力神话 就是领导要控制 引导激励并操纵其他人 If you want to see an effective Christ-centered way to lead others Just read through the gospel And look at how Jesus relates to the disciples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圣经的教导的办法 去发挥一个有效的领导力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福音 看耶稣他是怎么去领导的 He continuously puts them in areas 他通常是把他的门徒放在一些领导室 他们需要自己去不断地学习 The first time he sends anyone out on mission trips He sent them out in twos Right? The disciples out in twos 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发现耶稣第一次猜浅他的门徒的时候 是两个两个的出去 This is the first mission trip This is the first mission trip This is the first mission trip Jesus did not go 耶稣他没有去 He just gave them some instructions 他只是给了他们一些教导 And he sent them out 然后就把他们拆派出去了 He did not control them He did not prod them to get to go somewhere He did not prod them to get to go somewhere He did not prod them to get to go somewhere Actually when you read verses like in Luke 14 Jesus did the opposite than prod 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他做了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 Jesus told him You cannot even be my disciple Or a leader in the church Unless you're willing to give up your life 他说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的话 你不可以做我的门徒 So he wasn't trying to manipulate them into leadership 所以他没有利用一种操控的方法 去训练他的门徒 He was saying you're not even worthy of me Unless you're willing to give up everything 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在世上的所有事情 你不配成为我的门徒 And in Luke 14 he said You're not even worthy to be my disciple Unless your love for me Is like hate for your family 他说你要恨恨你的家人 你爱我在十四章的里面 So he was not manipulating them into leadership 他没有操控他们成为他的领袖 He was telling them the truth 他只是在告诉他们真理的部分 He was telling them it was going to be hard 他在告诉他们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 告诉他们将来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They were going to be persecuted 他们将要遇到的迫害是什么 All but one of the disciples was martyred Killed 所以12个门徒当中有11个 因为受到迫害而被杀害了 所以他没有去操控他的门徒 告诉他的门徒说 如果你来跟随我 什么事情都是好的 我们知道成为耶稣基督的领袖 会有冲突 有需要忍受的部分 有非常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围着现在而活 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因为神在天国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荣耀在那里 我们在这地上不是为了现金的一些财富而活 我们在这里服事神 是因为我们在天上有永远的财宝为我们存留 所以这一方面是我看到很多的女秀 他的一个软弱的部分 他感到灰心丧气的部分 当我们一会儿中午小休的时候 我们会花多一些的时间去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在你的事工当中 在你的领域可能的那个你领导力行为的部分 OK, I will hand it to Pastor Peter so we can bless the food and have lunch OK, thank you, Jay 我们用掌声来 OK,这是两部分 我们上午只讲第一部分时间的关系 然后午饭后我们会再回来 然后这回分享第二部分 因为我们好像 lens 那边就说 也会和大家一起摸起 tien 所以在战艺方面 我对这部分人应该讲 poll mainly 这部分和大家材志 这部分人我跟王文教会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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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讲 告诉旁边的人 成为基督徒注定的人 是要成为传奇 成为基督徒注定的人 是要成为传奇 阿们 你知道我们灵灵的需要 你给了我们这样的聚会 你也知道我们身体需要 你已经预备了丰盛的午餐 愿宋散荣耀感都归给你 保守每一个人 保守下我们的聚会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